2019年7月13号 山东肺腺女医生张某发问称 怀疑遭前夫在婚姻寄存期间 使用激素类药物地赛米松下毒 什么是地赛米松 地赛米松是一种身上腺皮质激素药 具有抗炎抗免疫的作用 广泛应用于免疫性疾病 过敏 肺结核等炎症 皮肤科疾病 眼部炎症 哮喘等疾病 地赛米松还可起到收缩血管 减少出血量 维持血液循环的作用 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急救药品 仅十几年来 地赛米松的临床用药量逐年增加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赛米松市场 长期使用地赛米松会有何危害呢 不当使用地赛米松会引起以下副作用 代谢紊乱血糖偏高 体重异常增加 引起向心性肥胖 出现满月帘 水牛背 腹部指纹等表征 也可导致肌无力 骨质疏松及骨折 甚至间接引起骨头局部坏死 大剂量的服用 甚至会导致糖尿病 消化道溃疡等 因此老年人 青少年 糖尿病 溃疡病等患者 既用或者慎用 如何购买地赛米松呢 地赛米松是 处方药 首先是 所以说不能在随便的药店去买 真的病情 然后进行一个病毒诊断之后 才能开局使用 新京暴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更多新闻资讯 请下载新京暴客户端